3月份光复乡泰巴朗部落建水要进入产季 大部分的部落农民都是采自然农法栽种管理 天然健康的建水不仅广受消费者喜爱 农政单位为了肯定鼓励农民朝有机农业发展 也特别提供了友善农耕补助 带动部落有机农产业发展 拉着相关文件资料部落农民向农会申请 希望配合政府友善耕作 生产健康无毒的农特产品 同时维护友善的自然大地 蔡自然农法栽种管理将近一甲子多建水面积的部落农民 对于农政单位推动友善耕作补助 减轻农业生产成本也高度肯定支持 其实这些补助不是有吗现在 长样是也是刚刚啊 现在有开始涨了吗 开始涨了现在 积极福岛推动友善耕作生产的光丰地区农会 对于辅导部落农民朝友善有机生产工作不遗余力 尤其为部落当即时令农产特色的建策 也全力辅导从友善农耕慢慢转型 最后到有机农业产业来发展 让自然农地永续发展的同时也保护消费大众饮食安全 因为建筑笋是一个健康安全的一个食材 我们今年也特别辅导了我们的笋农来做友善耕作 友善耕作的内容里面呢 它就是会有一个我们的生态奖励金 生态奖励金 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呢 也能增加农民的一些收益 也希望说照顾我们这个 我们的土地土壤 让我们的那个建筑笋会长得更好 三月份光复乡台巴朗部落建筑农产进入产季 今年春雨丰沛温度适宜 现在已经有不少建筑冒出头 部落建筑农乐观预估 最快下周 天然健康的建筑农产就可上架贩售 也请消费大众随时关注 产区农会建筍相关产销活动 一场这季节限定的健康滋味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